大家好 A股又开盘了 我今天一看又在下跌 现在已经跌破3200点 最高的将近3700 跌到现在跌破3200 很多股民真的是损失惨重 在这批遭受重大损失的股民群体中 我觉得损失最大的肯定是新股民 就是以前毫无炒股经验 这一次因为这个流失 国家流失大家都信了 然后砸锅卖铁 很多拿着信贷冲进去 并且是追高 很多人是在8号开盘 掌停盘的时候追进去了 所以损失非常的惨重 暂时在这个群体里面 我觉得受伤最深的应该是90后 虽然新股民应该是90后和00后 但是00后他现在年龄大概20左右 没什么积蓄 入室的那些人都是各种借贷 然后冲进去了 也没打算还 所以他们还好一点 90后刚好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他们的年龄算起来大概30左右 就是参加工作已经七八年了 也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第一笔产富 正在可能要买房的结构眼上 看见一个国家流逝 然后我信了 也行动了 冲进去了 然后被套了 可能他们损失最惨重了 最近我看到在网上有一个人火了 他就是成都的一个程序员 他四天亏了32万 然后他在不断的发视频 更新自己的状态 现在在网上火了 他成了90后韭菜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我怎么上百度的热搜了 朋友们 你看 百度热搜怎么都是我 现在很多人说我是模拟炒股 我现在给大家证明一下 我现在点开抖音 这个是我的抖音 然后我现在返回桌面 然后点开同花顺 看到没有 这个月亏了32万块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 也基本上能分析 这一次股灾中受损这年重的 90后的一个脸谱 这个哥们是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 找的工作也比较好 是在天府三街 我看他显示的地址 天府三街 就是成都的所谓金融城 就是高级打工仔那种程序员 呆的地方都是大公司 应该收入不菲 所以说他作为一个90后 现在入市的资金达到了115万 结果四天时间亏了32万 然后他最近几天的操作 也可以看出来 完全就是跟我当年一样 我真的是想到当年的我 当时入市的年龄 跟他也差不多 也是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是在股市里面 被学习左右挨耳光 一边亏钱 一边学炒股的经验 但是刚刚学的经验 马上又变成一个失败的教训 Hello大家好 我是四天亏32万程序员本人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现在亏损数字已经变成了38万 今天又亏了6万块 标题要变成五天亏38万块了 出什么事呢 早上我看这个低开 我的股票竟然 跌了10个点 我前天不是说我要看书学习吗 我就学这个直送 人家说 负七就要直送卖出 我就赶快直送了 结果 我正去了 不一会儿 他又跌到了 水下 负十六 结果下午的时候 板块拉起来了 直接拉到了正十五 然后我以为他又涨停了 突破历史新高 我又追进去了 收盘的时候跳水了 还有一个北交所呢 早上开了负七 下午的时候涨了 百分之二十六 天哪 我是这个市场最强的繁殖 最强的繁殖 但是我现在还是满仓的 这个网友们说 这个我的发型 因为是M型的一个顶部 所以涨不了 今天我专门做了一个突破 看 今天我现在做了一个突破发型 上涨 横盘 小浮正当 突破 放量突破 好不好 今天祝大家都有涨停满 祝大家在牛市赚到钱 在一股赚到钱 做多一股 做多中国 谢谢 天哪 我感觉我被资本狙击了 我的票每天早上都会砸到夫妻 然后拉到正十以上 每天都是这样的 大家都说我现在是散户的这个韭菜代表 说我现在在学职 然后大家都跟着学职 然后夫妻 夫妻直送 资本会把早盘的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个开关键砸到夫妻一下 就为了把我洗出去 天哪 今天太惨了 太惨了 太残忍了 天哪 给大家看一下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虽然我今天又亏了 朋友 我今天又亏了 太惨了 天哪 太惨了 我不是前几天每天都会递开负七 递开负七 然后我又止损 然后他就涨了 然后拉到十个点以上 今天你猜怎么了 早上我递开了 然后他拉到负二了 拿到负二 我以为要红了 我拿着吧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得到负十二了 负十二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卖了吗 现在不止损了 为什么你知道吧 我昨天老股民跟我说 说牛市口诀 早上大爹要加仓 早上大爹要加仓 我不要卖啊 我听了 现在被套了呀 天哪 太惨了 朋友们 今天又定了十个点 朋友们 不过我的本金变少了 我的本金现在 现在非常少 已经不是一百一十二万了 反正 反正今天又贵了十个点 现在 我把软件已经删了 卸除了软件 删软件的朋友 我删软件了 我现在打算变成长线投资了 长线投资 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 我当年后来都不敢看股票了 一看 几天的心情都很差 与其这样我干脆还不看了 大家好 我是四天 亏三十二万 程序员本人 现在已经亏了四十八万了 我说还挺更了 挺更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痛苦的很 虽然我要挺更了 但是还是祝大家在A股赚到钱 做多A股 做多中国 谢谢谢谢 说说我当年炒股的时候 我最开始在95年的时候 也在炒股 当时追涨杀地 做短线 亏得一塌糊涂 后来有一段时间没炒了 但是到我记得大概是98年 9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波流失 我刚好从我第一家 外资企业里面出来 有时间 所以说我当时的想法 就想学一些朋友 全职炒股 看见很多人赚了 结果那一次 是我人生中 可能是最惨痛的一次教训 我当时手里面 大概有十万人民币 当时的十万人民币 估计跟那些哥们差不多 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 并且当时十万人民币 在成都是可以买房了 你现在一百万 你不一定能买到房 可能只能付一个首付 我最开始拿的这十万 相当于我在高路节里面 辛辛苦工作几年的积蓄 我当时就想去买房 并且也在成都到处看 成都的商品房不多 就那几个楼盘 当时是没有按揭 必须一次性付款 我当时看好了 西门十人小区的 有一个小区 它是一个国有的开发商 开发的 它那一栋楼是卖给职工的 但是他看我是大学生 觉得也比较放心 说这个房子 我们也可以卖给你一套 我当时看了一套房子 大概一百个平方 很感兴趣 当时总价大概是十二万 还是十三万 但是要求一次性付款 我说我只有十万怎么办 他说要不然这样 你先给十万 然后剩下的两三万 我们相当于就是给你分期付款 你以后什么时候有钱再给 我当时就准备买了 但是刚好这个时候 行情来了 周围的朋友都在炒股 很多人都赚了钱 我也信仰仰的 干脆拿着这十万 再去博一博 说不定就可以全款买房 结果我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 我吸取了以前的教训 这一次我就准备做长线 我记得流行重组概念 就是一些很烂的股票 然后总有一些什么大资金 一些什么概念来重组它 一重组 然后股价就鸡犬升天了 当时有很多这样的股票 当然重组的时间比较长 你必须要有耐心 我当时就选了一个 老家南充的股票 叫美亚 现在当然这个票肯定是不在了 之所以选它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厂我还是比较清楚 就是一个国有的纺织厂 我还有同学在里面 据他讲 确实是正在谈那个重组 所以说是可怜性是很大 并且当时南充还有一只股票 叫天歌 也是被重组了 然后就鸡犬升天了 比如说五块钱六块钱的股票 一下变成十几二十块 很多人是赚得盆满多满 所以说我就去买了这只股票 当时买的时候 实际上股价已经涨了 可能最开始五块六块 我当时买的时候大概就是十块钱 因为大家对它比较看好 结果买了以后天天下跌 天天阴跌 这样子大概一直跌了一年多 我当时那个长线投资拿了一年多 后来跌到大概七块钱左右 我十万块变成了七万块 我实在受不了了 并且当时传出来消息 就说重组已经失败了 最后我就展仓出局了 展仓出局了 结果大概又过了半年 它重组又成功了 最后这个股票还是涨了十几块 还是二十几块 所以这一段经历真的是非常惨痛 关键是我剩下的七万块 我也不知道干嘛 后来房价也涨了 买房没有指望 跟着一帮朋友又去鼓到什么声音 最后这七万基本上就是亏完了 我当时第一桶金 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烟消云散 就是因为股市 就像这个90后的 四天亏48万程序员是一样的 但是后来剧情反转 那个程序员又回来了 又重新开始更新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七天亏48万程序员本人 在我昨天宣布停更之后 我的全网三万讽词 语用了我的评论区 让我持续更新 说我是他们的安慰剂 他们大多和我一样 是在8号之后进入股市 亏了的 他们说 虽然他们亏了 但是每天看我 心里能得到一些安慰 能得到一些快乐 所以他们让我继续更新 有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我亏钱了 还要在网上笑 因为我是股民的安慰剂 我不能再往上哭 我只能笑 对于这些恶评我的人 因为众生疾苦 如果恶评我 能给你们带来快乐 那请你们继续恶评吧 让暴风雨来的更惨烈一些吧 我们90后 就是这么有格局 我又回来了 就是我们90后 就是这样有格局 他还是相信中国 相信A股 继续持续满仓 做多A股 从这个也看得出来 虽然他的经历跟我很像 但是大家的那种思想 天差地面 因为现在的90后 跟我们当年70后 经历的社会环境 是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实际上 其实经历过苦难 经历过动乱 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挫折 我们从小到大 也是家里面没怎么管 因为子女多 都是放养式的 所以说都是不断地 跌到坑里面 然后自己爬起来 还不敢跟家里面说 但是90后这帮人 他们真的是长在新中国 生在红星下的那种感觉 新中国下的蛋 他们并且出生的年代 也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 他们成长的年代 比如说2000年代 2010年代 正是中国经济的高光时刻 他们看到的中国 都是正面的东西 所以说他对中国 真的是充满了信心 因为从来没有遇到个挫折 所以现在的90后 可以说是全中国 最正能量的 就是最小粉红的 这样一个群体 因为我们当年成长的 80年代90年代 当时思想还是比较活跃 就是能够容纳不同的声音 当时很多言论 如果在现在看来的话 那肯定是大理不道的 但是他们成长的年代 一方面经济确实好 另外一方面 社会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他们 接受的那种思潮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不过也好 这一波所谓的流失 应该会教这帮90后重新做人 让他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可能你爱国越深 你可能这是股票中 你可能损失越大 当然人生的成长 真的是要靠不断的掉坑 不断的挫折才能真正成长 如果一帆风顺 这个人他最终是会摘大跟斗的 与其以后摘个大跟斗 不如现在摘点小跟斗 以后学乖一点 所以通过这一次股灾的话 希望中国的90后 可以变得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领次吧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